哈喽朋友们 我们俩来到了金上京历史博物馆 我们现在在这个博物馆的外面观光 我这看这个叫什么占饼广场 占饼广场好像据说是完颜家的后人吧 他这写了占饼广场 他是完颜宗汉二十八世孙 是台湾的著名企业家 这博物馆应该也没修多久 但是总的来说还是挺正规的 包括上面那个金顶啊什么的 挺有那种感觉的 这龙有点蛮独龙的样子 但是其实金圆的龙是稍微有点瘦的 没那么胖 也没那么长 对也没那么长 应该阿成我们一会会路过那个雕像 对会路过那个虫做龙 对那个虫做龙那个是很团圆的 这是大寨展示的京朝领地的几个陪都和一个首都 现在能有没有 这是外公仔 是吗 是外公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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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座龙在这儿啊 那龙是这样的 复制品啊 我说它不可能在这儿 这个同座龙 它现在世界上目前仅存两个 另一个在北京 北京也是应该是金人后代船 但是在北京那件呢 这个铜龙里边有个嘴里有个铜珠 风从侧边吹过的时候 龙珠在嘴里边一响是龙的吼叫声 我的天哪 然后这个龙呢 它是这么 这个圆件呢 是在黄城根底下 看在那边有个农村 一个老头刨出来的 形子挺好看的 在家摆着吧 就在家一摆 然后有一天也是刮风 一刮风刮这个嘴里 它没有风筑 但是刮到嘴里的一股 吾吾的动静 但是像龙的那种惨叫似的 反正老头吓过枪 老头赶紧递交给阿诚等我去 农务局已经没把它当回事了 直到99年 哈尔滨省博物馆那种来了 你看这是好玩意儿了 就给它包起来了 这才成为国宝的 但是原件可能它里边也有铜珠 但可能是在老头刨的时候掉了 还是它原本就已经丢失了 咱们不知道 但是原本它是里边含个铜珠 然后风一吹有龙叫的 本来是这样 这是宝圣寺 待会儿其实我们也会路过宝圣寺 宝圣寺现在是在原址的其中一个区域内 重新立下来的 现在的宝圣寺很小 以前的宝圣寺会特别大 因为在离现在宝圣寺 差不多得有个三五百米的一个田地里 还有宝圣寺的遗址 所以说宝圣寺以前感觉是特别大的 这是个大雕像 估计是玩意儿子啊 哇 哇 这是大战子 金军大战 玩意儿子 快让我跟他照一个 我们俩现在在往金太祖陵的去的路上 我们来了 票价三十啊 淡季二十 旺季三十 虽然说现在是旺季 其实人也不太多 这个金太祖陵呢 是1999年 我们这帮专家呀 按照宋朝的灵寝制度去修建的这个灵 他元灵呢 已经被他的好大祖儿完颜量给拆掉了 玩家阿古达呢 他在生前并没有修建这个黄灵 而且在女真族 本身他就没有在生前修建灵寝的这个习俗和传统 懂历史的朋友也知道啊 玩家阿古达是在行军的路上 发觉身体不适 然后决定撤军回家的 他再回家到了农安府 就黄农府附近 就是当天晚上就不行了 然后就死掉了 就走了 然后第二天 然后他的军队也把他的尸体运回来这一块 金太祖的灵呢 他在没有变成金太祖灵之前 他是金军的一个斩将台 用来奖励或者是惩罚金军中的大将 将领 然后但是除了这一个属性 他还有另外一个属性 是用来行一些祥福祭典的 我们都知道的一个历史 千阳里 对 灰心二地就是在这儿 感受了千阳里 这一个特殊待遇 是这块地方吗 确实 就是在这块 千阳里就是在这儿湿湿的 只不过这个地方的样子 已经不是曾经的样子 是99年复建的 你们面前这个就是 玩家阿古达的灵 但其实玩家阿古达的尸首 他并没有在这里 当然阿古达的灵经过两次搬迁 第二次搬迁 是经过第三代帝王 在新代哈尔滨松丰山的地区 松丰山对面有一座 叫什么老母顶子山 一个就是找了一个汉人 汉人的大使看风水 觉得这地儿好 然后第三代金朝帝王 就把阿古达的灵搬到那儿去了 然后在海丁王就玩家亮 他彻底把商经拆了之后 他也把松丰山对面 老母顶子山的 玩家阿古达第二个灵也给端了 端了之后把他的灵幕 又从老母顶子山搬到了北京大房山 但是现在大房山的金太祖灵 里边并没有阿古达的尸首 他的棺果里只有一个头骨 但是也不敢确定是他的头骨 老母顶子山呢 现在也只剩下了一些石棺盖 和一些那些 就是没有办法完全摧毁的石头的建筑残留 只剩下这些东西了 这里底下应该是地宫 我们看地宫路口 这边是路口 那边是路口 我们看地宫路口去看一下 地宫路口 这门好有历史感 这是应该后续屋的地宫 哇好凉 哇 这一下应该就是老的 好特别凉 特别特别凉 而且你看这个 还有石化 太凉了 太凉了 哇 我觉得都得穿这棉衣 特别特别美 我来眼 1983年历的 应该有时候没事 还有人来这儿 给他那个重新上链 要不然那个字不应该这么新 早掉了 对 我们现在是走在京朝的黄城里的 黄城的城墙沿上 这是城墙沿 我脚下踩的 这都是重新链 这都是重新链 我们现在 马上就要去那个 相当于神道了 灵上京 惠宁府 完颜阿古达他并没有享受到他的皇宫 对 包括在即便是在他死之前 他也是一个没有皇宫的皇帝 这座皇宫的兴建是在阿古达死后的另一年 第二年 他的弟弟完颜无其满 辽国的汉人降降 他让他结合了辽宋 两国的建筑风格 在这个地方 新建了 上京惠宁府 完颜亮下令 搬到燕京的时候 这座皇城才刚建满不到四年的时间 他就决定 把这个皇城拆掉 后来他已经在燕京的时候 还有 这里还有很多贵族 那个 还有完颜家的 后人 后人什么的 没有去 没有随着完颜亮搬走 他 为了 让这些人 无路可走 又进行了大规模的一次摧毁 阿古达的陵墓啊 包括附近的一些 呃 贵族的 辅崖呀 都是在 他第二次 下令让他们搬钱的时候 全部摧毁的 这两次可以说是 完完全全的把 金人的 发源地 给完全摧毁了 后来在完颜亮死后 完颜亮继位之后 他为了 收拢 已经有一些 破碎的 女人人的民心 他决定 在 惠宁府这 重新修复惠宁府 惠宁府 又经过 经历了 这么多年的 完全摧毁 然后再修 又得到了一次 喘息的机会 又 又复修了一下 但复修的规模是什么样呢 并没有 没有找到 可以考的 遗迹 但是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信息的推测 可以知道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 惠宁府的遗址 就很有可能 是完颜庸修复之后 再被摧毁的样子 王阳亮在摧毁掉金商经惠宁府之后 将这些地方全都离遍 而且像附近的农民百姓都说了 这些地方任由你们变成农田 就已经下了明确的口令 让老百姓把这儿 完完全全的 用自然的方式 自然的手段 消灭 上京府的属性 和痕迹 所以说 可能 王阳亮在复建之后 这些农田又变成了皇城的建筑 但在 金朝彻底灭掉之后 这些地方又变成了 沧海风天 我们优理现在在 金国的 上京惠宁府的西侧城墙 我们的左右 就是西城墙的遗址 现在只剩下夯土堆了 并且拿铁网围住了 没有法法走 我们这边的北侧 我们可以看到北侧有一片村子 北侧村子对面是北城墙 北城墙呢 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 还有很多 建城墙的那些砖 还留在北城墙里 当年 在我们左手边 这个村子里面 有一户 裴姓的老爷爷 他当年 六七十年代的时候 他当年在北侧城墙 去刨砖 用来盖房子还是干嘛的时候 在土堆里挖出了一个铜座龙 也就是阿城区的标志 和金国的标志 这个铜座龙的由来呢 刚才我们在博物馆里的讲解 已经有讲过了 如今啊 这些城墙遗址 还是在有考古队在发掘的 这两侧的城墙 光这一角 现在还有很多被抛开的土堆 现在就要出发去品尝一下阿城的美食 虽然在网上搜索啊 阿城的美食没有什么代表性 但是呢 咱们来了 就要吃点不一样的 不能老是像一些小城市 可能米县马上有名的 咱们就光吃那个 对不对 我喜欢呢 他找了一个比较有特色的 比较新颖的一个 要吃的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他只是这么跟我说的 我们现在出发过去看看 阿城的美食都有什么 那咱们这期阿城美食节目 就下期再见